爱我们的敌人才是爱的高度 在那个夏天以及和弗吉尼亚分手之后 我决定出国并逃离我那个不快乐的世界 大萧条还在持续当中 而一切也都还很困难 我非常不喜欢我生命展现出来的样子 并感到挫折 我花了125美元 买到一张往返英格兰利物浦的来回机票 并开始了一段从我内在的极度挫折 张力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旅程 我多半时间待在赫尔辛基 那是个多么理想宁静又干净的城市啊 而且汇率也很划算 我一美元可以换到他们的一百马克 只要每周三块钱美金 我就可以支付所有的开销 那段时间里我只是生活着 我在教书时存了足够的钱 我没做什么 只是观看而已 最好的就是得以从我和我的悲怅里脱离出来 在这里我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 陌生的习俗 陌生的语言 陌生的一切里 这些都让我着迷 也意外地打开了我的眼界 我看到在一个国家是对的行为 经常在另一个国家是错的 这让我会对人们和他们的方式变得具有较大的接纳性 我相信我在旅行中所获得的对生活和人们的实际知识 比我在大学四年中学到的还多 我个人觉得旅行是犒赏自己的最佳方式 其次就是在大自然中露营 即便是在欧洲 我总是会找个女伴 并活得跟我在美国的生活相似 我1935年从欧洲回来 并想找一份空调工程师的工作 我想空调将会是未来的趋势 因为空调在那时才刚起步而已 我去嘉荣华应征一份工作 然而他们告诉我 他们并不需要额外的工程师 我告诉他们我不要报酬 并实际的提供我的免费服务 他们启用我 并在一个还是两个礼拜之后 就开始给我支付一周十五美元 到我得到每周十五美元之前的时间并不长 而在那个时候这已经是很高的薪水了 很快的我就厌倦这个工作了 并在年终之前辞了职 我合计出如果我自己开业来做 我能以嘉荣华的成本价来出货 还可以赚到跟他们同样的利润 我用我一个在商务法律事务所 当职员的朋友的地址和电话 而我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头皮下 我就是我自己的推销员 工程师 组装工 电工 水管工 和服务人员 我第一笔生意是在1937年 加装在红十字皮协行 当我架上去时 我以一种我知道效果会很好的方式来架装 我减低风扇的转速 并把叶片稍稍加大 我知道这样会比较耐用 当我在推销这笔生意时 电动问我说 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会管用 2000块钱可是比大数目啊 你知道 于是我有了一个主意 我说 如果这个不管用 你就不用付我钱 让我先装上去 只要先签合同就行了 我知道只要他签了字 我就可以到隔壁的银行带点钱 来把设备架上去 我架好了 他也管用 而他也付钱了 这样就开始了我空调的事业 我发现我一年只要做四个月 所赚的钱比当工程师做一年的还多 这是在我父亲逝世 并留下一间减餐屋 以及一万块钱债务的时候 所以我是同时做空调生意和经营减餐屋的 我马不停蹄地在做 但也觉得很乏味 于是我想到大都市去发展 纽约市 在1938年 我带着一个聪明的主意 离开新泽西州到纽约去 我开了一间非常小 也非常有效率的减餐屋 叫做筑马庄的 我设计了白纳木的柜台 并由一位德国的老师傅 手工制作了高脚椅 这样看起来很漂亮 比那时流行的黄红色塑料家具漂亮多了 墙壁是红木的 整个地方透露着木料的天然气息 墙角还有一个壁炉 我真的是工程化了食品生意 我可以把价格放得很低 而报酬率又很高 我们的温软包烤牛肉三明治 和天然酱汁只卖十分钱 而温软包热维吉尼亚火腿三明治 加天然酱汁也只卖十分钱 我们的家常奶油皮苹果派是现场烘焙的 加上一片干烙卖的也是十分钱 这苹果派真的是很好吃 虽然这些价格都很低 投资报酬率则比多数卖吃的地方要高出许多 到了1941年我就有了三家筑马庄 并准备开第四家之中 我一周赚1200美元 那时候住在纽约百老汇的泰福酒店里 我通常一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 马不停蹄每周七天 我总是长时间工作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我总是还没钱就开始创业 第二个是因为我需要有难度的投入 来逃避我骚乱不快乐的内心 然后战事开始了 1941年7月 我以工程师的名义被华盛顿特区的海事委员会所征召 他们需要船只来运送战争物资到英格兰 我在工程计划审核部管的是船舶的管路和基建 打击一开始我就总想着要离开这个工作 回去全时段的经营捡餐屋 但是我被这个工作给陷住了 因为战争的关系我无法离开我的职务 我的专长被认为是战争所需的 所以他们开了一纸研议令送到兵役处去了 每个星期六下午1点 我离开华盛顿回纽约照顾我的捡餐馆 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 我开车回华盛顿一趟来回是470英里 但我实在是无法远距操持他们 所以我失去了所有的捡餐馆 在海事委员会时 我很惊讶于我工程师同僚兼强烈的反犹太情绪 当我第一次走进委员会时 一个年事稍长的工程师说 过来一下我就过去了 他问我是不是犹太人 在我跟他说了之后 他说我讨厌犹太人 我问他为什么 他答道犹太人都是小偷骗子 我说你是在说我是小偷骗子 他答道 所有布鲁克林来的犹太人都是小偷骗子 所以我回答说 我就是从布鲁克林来的 虽然我并不是 他就掉头走掉了 并从此不再跟我讲话了 这就是我对海事委员会的自我介绍 每次在我面对反犹太情绪时 我都会热血沸腾 但我会压制我的愤怒 最少是表面上的 另外有一次 我一个同组的人走过来跟我说 哦 我在你一家店里买到了这种东西 我说 什么意思 我在华盛顿并没有分店 他说 我被骗了 在我分店里 我再问一次 你知道 我在一家犹太人的店里买的 这就是事情发生的模式 一而再 再而三的 我的那些工程师同僚们 1936年 在我还在加荣华当工程师的时候 有一天主任工程师跟我说 你知道莱斯特 在碰到你之前 我以为所有的犹太人和黑人鬼子都是一样的 但现在我觉得犹太人是有比较好那么一点点 这些并不是特例 这种事情一再的发生在我的生命里 直到我获得了自在 并了解到 我是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的责任主 他才停了下来 我从小就因为我是犹太人而被揍 在高校时 我经常被排斥和攻击 在大学时 我加入的是犹太的兄弟会 那些住在对街 非犹太兄弟会和我打出身式橄榄球的家伙们 不会要跟我讲话 如果他们在学院舞会里碰到我的话 我的一生持续的在遭受这种待遇 一直到1952年 我在街上随时随地都听得到评语 我从来也没摆脱过这个 当工作机会极为稀少 而我又需要工作时 我先是被梅哈顿计划所录取 然后再被否决 因为我是犹太人 那是研发原子弹的计划 我从没为这次惋惜过 我被归类为2B 好笑的是 我以为这就是说 他们出征的时候我在这里 他们回来的时候 我也在这里的意思 2B的意思是说 战事重点人员的意思 特别是很需要工程师来生产物资 所以中期整个战事 我都获得缓照令 虽然我还是个跟穿军服的人一样 被绑得死死的 我的老板全是军人 不是将军就是准将 我没有自由选择要去哪里 我得到他们派我去的地方 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来看 我就像是一个没穿军服的军人 当我看到和我同族一样 领有缓照令的一些人 被征召入伍的时候 我就在想 嗯 总有一天我也是要去的 但我无法让自己 变到能去杀人的地步 我就是觉得我没法去杀人 但随后我又说 嗯 我必定要杀人 我有可能上前线的 所以我就自我训练 以便一旦我被征召后就能杀人 我去阅读所有纳粹加诸犹太人的暴行 并假想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 然而即便我持续这样做了好几个月 结果还是觉得我没法去杀人 我说 嗯 如果我必定要杀人 那我就闭着眼睛做好了 在1943年 我被转移到费城 在那里我受够了船只和管路 我想办法把自己弄进美国工程师协会 外溢到华尔街120号工作 为军方的建设工程做起草 以及拟定规格的工作 不过在这整个期间 我在心智上是有焦虑和忧郁症的 在生理上则是有肾结石 肝草热 偏头痛和肠胃道失调 在我还在华盛顿的时候 我开始对穿越桥下或走入建筑产生恐惧 总觉得他们可能会塌到我身上来 即使我理性上知道不会 但我就是无法摆脱这种恐惧 我得强迫我自己才能走得过铁轨高架桥下 这让我想到我是不是要疯了 而一旦你想到你快疯了时 你真的会害怕起来 这促使我去寻求解决之道 我开始密集地研读起弗洛伊德来 然后我就去做精神分析 前后四年每周四次 在前弗洛伊德协会 在1946年他们归结说 有些人是无法获得帮助的 就让我毕业了 这没对我产生过疗效 当一个人真的在爱时 他永远不会受到伤害 在被我的分析师推开之后 我还是照我平常的方式过活 在战争结束后 我当了两年海市工程师 和三年的结构工程师 我再找一门较好的生意来投入 那时住屋极度缺乏 木料的取得也很困难 所以我决定去从事木料生意 我从来都是在还没有钱的时候 就开始创业的 我总是靠点点子来运作 钱不会赚钱 是点子在赚钱 在加拿大报幕厂 每千财的收费是3美元 而在美国是10美元 每千财通常的利润是7美元 这使得这门生意有利可图 我上了我的车 向加拿大出发 以1美元代价 我在离魁北克市 大约30英里的圣雷蒙德 租下了一个报幕厂周边 所有的空地 为了回报 报幕厂的业主将获得我所有生意的订单 我也安排了这些地区的伐木工人 在这里干燥他们的原木 我有一个伙计为我工作和打点纽约的办公室 那是在我23街225西的公寓里 我们把木料卖到纽约新泽西一带 他会收订单和招呼客户 在加拿大 我让报幕厂从一堆堆干燥中的原木中拿取原木 放到输送带上通过抱床 再送到铁轨车厢上 报幕厂会把车厢封锢起来 填发提货单交到我手上 而我会给他一张支付原木和报具费用的支票 我再将提货单用航空邮寄给我在纽约的伙计 然后他去跑客户 拿客户的支票 然后回存来补足我这边的掺额 每天我都要出两车的木料 而一车我可以赚到300美元 我一车其实是可以赚到4或500美元的 但我觉得300美元就够了 在开始这门生意的早期 曾经有一个客户跑去度假 而且一去就是好几个星期 这一来可能危害到我 因为我需要他的支票来回填 我出给他那两车木料的空缺 我向来信用都维持得很好 但是在加拿大我是一个陌生人 只要一张跳票就会让我全毁 平均一车木料是2500美元 而我有5000美元的空缺要补 我立刻搭机飞回纽约 并和两三家银行恰商贷款 以回填木料的缺口 他们问我有没有什么担保 我说没有 于是我没得到贷款 我得补足那5000美元的缺口 不然就会失去我那刚起步的生意 我记起以往我的自信 是如何会影响跟我讲话的人的经验 我合计这是因为我缺乏自信的关系 所以我放下事物两天来培养它 我带动我那个自信的感觉 并扩展这个感觉 直到它就是会从我里面自己冒出来为止 然后我做到了 我走入一家陌生的银行 商务银行信托公司 在第七大道和第34街交口 我知道他们和大木料公司有往来 并估计他们应该懂得木料 我想见总裁 但他放假去了 嗯 这样的话 我说那我见副总裁好了 他们帮我引荐给他 全银行最难搞的家伙 我知道我就要得到贷款了 我从没动摇过 他问了很多问题 而我就回答他 好吧 他说明天再来 我想我会给你的 第二天我去了 而他开始问更多的问题 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想贷款给我 他问你是说这个吗 我说不是 我说的是这个 他在问我的是一些 我想过但没讲出来的 十分正面的东西 我知道我没讲过这些 但他却接收到了 我觉得非常诡异 在那时候 读心术对我而言 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东西 在他提问到一半的时候 站起来了 靠过来 用他两只手握着我的手说 小心啊 要小心 我带给你 他提供给这笔贷款的担保 是发票 我开发票给客户 然后把存根签发给银行 银行就会提拨 80%面额的款项 这就足以涵盖 我整个的成本 我获得一万美元的额度 这刚好让我及时得以为继 那时候的票据 大约都要六到八天的时间 才会交换 而现在我支票的缺口 已经补上了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 有一次我想好好的大买一回原木 需要四千元美金 那时候我是在魁北克的圣雷蒙德 我走进皇家银行 签了一张我在纽约银行的四人支票 共四千美元整 并交给出纳兑现 他叫了经理 而经理问 你要这些钱做什么 我要买原木 我说 他就只回答 好吧 就给我现金了 在我走出银行时 我心想 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我 一个陌生人 居然口袋里装着四千美金 走出这个大门 我掉头回去 问经理 为什么他这么凶有成竹的 就对给我现金 我说 你知道我可以就这样走出这个大门 而你可能要损失四千美元的 他说 我不怕 我便热烈的和他握手说 谢谢你 你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我不会害你的 然后走出大门去 一个陌生人 在一个陌生的国家 在一间从来没去过的银行 用私票兑了四千美元 想搞懂这种事情 经常会让我头痛 所以我都会把他丢到脑后去 我心想 我的自信感染到他了 但是究竟是什么 让他这么信任的呢 我搞不懂 我总是获得额度 也总是有还回去 因为我都是跳过加拿大前客的中介 直接跟伐木工人购买原木 没多久 这些前客就联合起来对付我 我是唯一跳过他们 还买得到连他们自己都买不到的原木的美国人 因为我付给伐木工人的钱比较多 所以我买得到首选的原木 事情是这么开始的 我遇到一个加拿大伐木工人 他有12还是14个小孩 我问他为什么让他的小孩在冬天里不穿鞋子四处跑 他当场崩溃并哭出来 说他赚不到足够的钱来帮他的小孩买鞋子 加拿大前客对伐木工人很残酷 他们不让伐木工人有生活 即使在原木贵得像黄金一样的时候 我告诉这工人 我愿意多付给他每千财原木三块钱美金 这是正常他该赚到的利润 这之后自然的 我就从他以及其他伐木工人得到我所想要的原木了 在加拿大前客盯上我时 我已经囤积了大约价值八万块美金的木料了 他们提出告诉 指控我在击欠他们一万五千美金的情况下 企图离开这个国家 他们在星期五下午很晚才递撞 知道这样我在星期一前是找不到保人的 法官判定我积压到交保为止 我狂怒地紧握铁条 紧到预警都无法把我推进牢房里 牢房是在挣扎中锁上的 刚好有一个律师在那看到这个情形 觉得很同情我并帮我做担保 我是在他的拒绝下被释放出来的 这之后我研聘他当我的辩护律师 当这桩诉讼案交办到一个在法院里工作的陌生人时 他来找我说 你知道这件案子你会胜诉 不过他们打算重递同样的诉状 这次说是五万美金 我很快地去见我的律师 他告诉我我的每个指控都到庭 证明我的清白 这些前客是有计划的要把我给绑死的 我知道我是被耍了 所以在判决出来之前 我就先回家打包行李 并飞回纽约收拾自己 以及决定再下来该怎么做才好 伐木厂的业主是个好人 所以在我离开前我告诉他 听着 你帮我看住东西 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大约有八万美金在这些木头上 帮我打完这场官司 他同意了 这场官司打了许多年 直到最后法院裁定变卖这些原木 以支付费用为止 我失去了这一切 我又归零了 不论何时 当一个人感觉良好时 他就是在爱中 不论何时 当一个人感觉不良时 他就是不在爱中 似乎失去生意 对我有习惯性 但这并阻止不了我 在我离开加拿大 一个星期以后 我就飞到旧金山去寻找北加州的原木 我在那里只待了几个星期 在我得知新墨西哥州有一大堆这个东西时 我一个礼拜之内就在阿布奎基落地了 我用一美元买下一座巨木厂和爆木厂 这间工厂因基欠债务达十万美元 所以银行拿来将它拍卖 银行之所以会卖我一美元 是因为我承诺我会优先长情银行债务 再来支付工资 我以前从没做过这门生意 但在这里我有取得原木的机会 一种珍贵的商品就在它的来源上 树木 巨木厂在达迪尔 爆木厂非常大 沿着梅阁达莱纳铁道 绵延约有半英里长 里面有巨型卡车 输送带和一些设备 很快的我就有一个很庞大的作业开始运作了 而我喜欢这种浩大的感觉 我开始营运并打算长清所有的债务 然而原木市场却崩盘了 超过一半的战后生意都是掌握在像我们这样的小型巨木厂手里的 所以就有两个重量级的业者联手起来 将原木价格突然降到成本之下 我有好几百万扩尺的原木切削和干燥的费用要支付 因而基欠银行15万美元 我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它们卖掉 还清银行账务 然后一无所有的画下了据点 我有留下一些老原木 所以我决定拿它们来造房子 我得到联邦住屋局一纸12座住宅 并担保会有10万美金抵押借款的委托状 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去找块盖房子的用地 在几乎两手空空的情况下 我这才有能力取得足够的土地 这批房子我盖得很好 就像是我自己打算住进去一样 这小镇的镇长也在贩卖类似的房子 要价是一万两千五百美元 而我只卖八千美元 海美户可以赚到一千五百美元 那时候的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是四十分钱 我跟那些人说 我给你们起薪每小时八十分钱 如果做得好我就给你们一块钱 如果做不好我就请你们走路 我并没有意识到 我正在剥夺当地的廉价劳工市场 所以镇长就来找我了 他差遣来私立来找我 他因心智问题刚从军中退伍 他从后门进到我家的厨房来 坐在餐桌边上告诉我说 我得离开这个城镇 当我拒绝时 他掏出了一把零点四五口径的手枪 把手扣在桌子上 手指扣在扳机上说 那我就让你走 我眼睛盯在他扣扳机的手指 心想这是真的吗 我会被杀吗 说不定他会失误或者只是打在我的肩膀上 在他开始扣紧扳机时 我跟自己说 这不可能 这怎么会 就在这个档口突然前面有人在用力的敲门 莱斯利惊了一下收住了动作 并叫我到起居室去应门 并告诉对方我正在忙 我开了门 就在我要说我在忙时 我邻居听都不听的就冲了进来 走到厨房对着莱斯利叫说 你拿那把枪干什么 就从他手上把他给夺过来了 我从来也无法理解 到底是什么促使他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及时赶过来的 而他除了我就是有一种想要进来的感觉外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是一个会对原则加以强力捍卫和抗争的斗士 我对自己说 我要对这个家伙狠狠地提出告诉 然后我又想到 天杀的 他还有妻子和两个小孩 所以我走过去跟他说 莱斯利 我不想计较这件事了 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握着我的手大声地说 谢谢你 谢谢你 接着慢扭就来找我了 他进到我家里说 我弃装的工钱 如果你不算六百块给我的话 我就揍你 而那工作实际只要五十块工钱 慢扭是一个爱斗狠的标型大汉 而且和他一到来的 还有一个块头比他更大 更难搞的朋友 这真是个野蛮的国家 我说 去死吧你 结果他们两个就准备动手了 在他们要动手时 我想到一个点子 我做出手势 要他们停下来 并说 好吧 我给你钱 然后我坐下来 开了一张六百元的支票 他们一离去 我就打电话给银行 停止支付那张支票 然后我上了车 并开到银行去 在我抵达的时候 他们刚好从里面出来 我就当着他们的面 对他们大笑 我知道在公众场合 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 慢扭就说了 你这婊子养的 我会找你算账的 你给我等着瞧 之后我心想 他会做第一次 就可能有第二次 我最好想点对策 所以我就到城里的旷野学院去 我知道有个学生 有一把P38手枪 我跟他借了 再向另外一个朋友 借了把来一副枪 稍后慢扭和他的兄弟来了 我到门外会见他们 并拔出手枪指着他们 我说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不然我就宰了你们 个子比较高的那个说 哦 你拿把枪就了不起了吗 我回答说 那你就过来试试 同时我瞄准他的脑袋 并假装正在扣紧扳机 他的脚拌了一下 他抓了一下才没跌下去 我完全掌控了局面 并一直保持我的冷静 他们被吓跑了 再也没有回来骚扰过我 当我回到卧室 看着床上的来福枪 和手上的短枪 我对自己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莱斯特 你疯了吗 你并不是杀手 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呀 这些都是我还在 服用阵痛剂以克服偏头痛 以及使用中枢神经刺激剂 来维持我行动能力时候的事 每个周末 我都得用酗酒 来逃离这个沉重的世界 以便周一早晨 我还能再度地面对它 我真的就是消沉又消沉的 看着枪 我在当场就做了决定 并走了出来 我到底是在这里干什么呀 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东部啊 我打包了行李 离开了这块地方 回东部去了 我到达纽约就又立刻忙碌起来 我不仅开始开采两个在贝林 和新墨西哥发现的牵矿 同时也筹涉基金 开始在肯塔基赚起由来 最后由于我的工作量和焦虑 终于引发了冠状动脉阻塞的心脏病 这个极端状况 也就是我生命的转折点 用灯盐医者放弃 能拒绝? 感谢观看